那它的暴风圈现在已经逐渐进入台湾东半部的陆地 那大概在中午下午的时候 整个西半部只几乎是全台湾都将陆续进入它的暴风圈 那目前它现在是往北的行径 但是预估很快的它要转向一个西的偏折 西北西的一个偏折 然后接近到宜兰花莲的外海 那目前预估它是在今天的深夜 会登入南宜兰到北花莲这一带 但是今天深夜前也就是晚上这段时间 要特别去观察的是 它是不是在登入前会出现一个放慢速度 甚至滞留打转的现象 这个在过去的台风案例其实不少见 就是还算常见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说发生这个现象的话 那对我们整体的影响时程会稍微有点拉长 那今天深夜它登入过后 应该是在明天的清晨左右 会从陶珠苗一带出海 那明天的下半天 我们可能很多路上警报就会陆续的解除 但是这时候特别要注意的事情是 它尾巴带来这个很强烈的西南风 那甚至可以说是西南气流 会为中南部地区 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 带来持续性大量的降雨 所以其实这一次首当其冲的地方 虽然是陶珠苗 北北基 跟宜兰花莲 但是中南部山区的雨量 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 那凯米台风目前在的位置 也就是台湾东方的海面 其实海温或是大气条件都非常适合它发展 那它目前其实台风眼已经有明显可见了 就是算是一个清晰的台风眼 那也不排除说在它继续增强的过程 会给到强烈台风 就是在今天的下午 有可能会升格成强烈台风 但是这个还是要看气象署的认定 虽然说现在台北是准备要进入暴风圈 但是台风它的这个核心云雨带 其实还是集中才150公里到200公里内 这个核心的云雨带 那这个核心云雨带如果经 它会经过的范围包含了宜兰花莲 北北基这一块 所以大概在今天傍晚过后 就是双北地区的风雨会非常非常的剧烈 所以我们这边也要提醒说 今天不管是首当其冲的地方 还是中南部都是在越晚的时候 风雨会越强 目前气象署的这个风力预报 最大的地方可能是在基隆东北角 宜兰的地方 最大阵风可能会到12到14级 那台北市的话 或者说大台北地区大概是10到11级 但是过往类似路径的台风 在台北曾经也是出现13 14级的阵风 那在马路上你是无法站立的这种阵风 所以其实大家千万不能小看这颗台风 我觉得这颗台风是近六七年来最有感的一颗台风 那民众也很关心说那有可能明天也会再放台风架吗 因为如果像你这样讲会到明天下午的话 好那明天下午的时候 其实台风的暴风圈到明天下午之前 都还是笼罩在西班固的陆地 那其实台风架最终还是要看县市首长的决策 但是如果说已经有些灾害发生 或者说雨量还持续下的话 那县市首长可能会不一定按照风力的标准来看 有可能按照雨量的标准也可以做平班课的决策 但是整体来说明天上午的时候 其实西班固包含北台湾风雨都还是很大的情况下 还是还是有机会到平班课条件 谢谢大家